今天我們想說什麼 其實我們說大叔的愛 有很多情深的位置你會看到很欲禁的 這個BLGL期 幾套都值得推介給大家 其實我參加了有表演 還有我有表演 哦 你有去過最後一個舞台的表演嗎? 我有的 自己去廚藝找找 找到我先說 帶了我去一間機包 那個就是我人生在香港第一次來機包 其實沒什麼人理會我 因為可能我是女生都沒有興趣 有時候入賽了 在哪裡 沒有女人的 一邊衝過來就一隻手摸胸 我做了一個經驗 我在台灣也沒有X-Bar 去看看 見識一下 那我就在泰國 你下次邀請那些人上來說 可能同性很了解自己的喜好 或者覺得他溫柔一點 就算在性方面 他都說是覺得更加好更加滿足 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琪艾琪 今天也請到Stanley 歌本負責人來到 大家好 如果有有趣的留言 我們都會送禮物給大家 不過今天其實我們想說些什麼 其實我們說大叔的愛 以前可能人們不是太敢說 或者那麼嚇唬 其實是被人罵的 但反而這套大叔的愛熱潮 是發現全民在追著這套劇 因為他的劇風真的會用一些搞笑的位置 令到你每一天看到很開心 他們會有很多很情深的位置 你會看到很欲禁 以前會覺得兩個男人 每次都會有些尷尬 看那套劇我覺得很自然 男女也好 男男也好 女女也好 我覺得相愛的話 其實就不太介意性別 其實是很HIP的 BLGL劇 我看這個劇 日本先的 是日本拍的劇集 後來就拍了港劇 其實我也看過幾套 都值得推介一下給大家 有看過幾套都很精彩 有一套叫做 《黑在你心底的名字》 有沒有聽過 一套台灣 近期一些的 好像都是近年 上年還是今年的一套 台灣的故事 說的是1987年的故事 那時候可能同性戀這方面 是比較封閉一點 是不是叫封閉 應該會禁忌一點 是 禁忌一點 說這個學生年代 兩個男生 其實他們好像很Fan 但其實暗地女 都是喜歡大家的 但就不敢承認 如果他們就沒有一起 其中一個男生 只是同一個女同學結了婚 就生孩子 那三十年後 他們又再重遇 那一個女生跟他們說 其實他都知道他們是相愛的 想用自己女生的身份 想不可以咬直她 最後都是搞不定 生孩子都是要離婚收場 到了三十年後 他們再相約 就坦白回這件事 我也翻唱過這個電影主題曲 《黑在我心底的名字》 記得去聽聽 Sanny有聽過 我聽過 這個已經成為了我媽媽睡覺前必聽的歌 第二套就是泰國的 舊一點 有一套叫Yes or No 也是校園的感覺 當時也是家人反對 看完這個泰國的同性戀片 我有一支迷上了一個劇歌叫Tina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當時封魔了我和不少朋友 突然迷上了這個女生 第三套就是台灣應該比較熟悉 楊成林和梁樂師做的一套叫刺青 刺青應該是刺青 應該是刺青還是刺青 他那些是色情的 有個攝影中 不知道有些人又有錢 然後遇到若良師 然後又發展了一個故事 但我有一出更經典 例如呢 我猜我先說一下 《春光雜舌》 哦好 這個超經典 這個真是不得不看 即是現在一些人都看的 你做誰 張國榮和梁朝偉 張國榮應該都未出軌 只不過拍進去 那時候他都未說自己 沒有認真說 那一出經典 我想台灣或者馬來西亞 新加坡香港 很多人都會看過那套片 你有沒有去過什麼地方 有沒有接觸過 聖年巴那些 有去過 有時候入錯了 在哪裏 試過在尖沙咀 尖沙咀有一間街鋪 應該是在金馬倫道 是那裡的那些街鋪 是地鋪 但現在沒有了 但以前 在十多年前 那間店開了很久 開了超過二十年 其實有沒有在門口 或是怎樣可以知道那間是 Less 或是Gay Bar 我的印象中 就不知道 你看看 這麼多男人 沒有女人 有沒有看到什麼精彩畫面 一衝過來 一隻手摸空 對 最初是玩不可以 是否冒充 對 如果你是一個 搞的 就是 困惑他們 那就不受歡迎 他就不受歡迎你 因為我自己 最近去銅鑼灣 就是飲食的地方 在等升降機的時候 全部下面都是男生 當時我們有幾個女生 有一個男生 她一進去升降機的時候 那群男生就有點圍著她 原來上面是有Gay Bar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銅鑼灣樓上是會有Gay Bar 那些男生挺英俊的 香港其實我是自己有Gay Bar 我就是陪朋友去的 話說那時候 我有一個台灣朋友來香港 我就說 我帶你去蘭桂芳玩 她也挺英俊的 然後她就直接在街上被人截熱了 在街上我跟她一起走 已經有個女生走來抄外牌 想認識她 就抄了 但我心想她是不喜歡女生 結果我們去了南北方 後來她帶了我去蘭桂芳 就帶了我 我記得好像是在九月方 是不是九極俄男 是不是九月方 是不是九月方的地方 那附近的街道 帶了我一間Gay Bar 那就是我人生在香港第一次去Gay Bar 然後我去到的時候 發現裡面很熱鬧 那種熱鬧 可能不知道 覺得那些人是很冷 像一堆人一樣 然後其實沒有太多人理會我 因為我是女生 都沒有興趣 但我看到我的朋友玩得很開心 而且那個地方很波揚 因為它是街道的酒吧 不是很隱蔽 不知道進去後發生甚麼事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有關於我們做過一些調查 五六年前已經不是很久 在香港的著名大學 我們訪問了一千人 我覺得很驚奇 我叫人填那些勝取向 竟然有十三個百分之一的人 敗人 Gay、Less、敗人 或者三樣都可以 是十三個百分之一 我最初以為大概四、五個百分之一 中學、中學、大學的時候 是否不敢寫出來 是很少人說出來的 不敢說 一個百分之一都不敢說 我女生平常都是跟男生拍拖 之後她突然間 有一天就跟我說她有個女朋友 不過我又不知道 她都說她很無謂 她都是第一次 她都不知道稱呼她的女生 應該叫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觀眾如果認識的就告訴我 如果兩個女生 她說其實都是會 大家叫大家做女朋友 不知道 有的 一零一一 你聽過吧 我知道 但不應該都會有一個男朋友 有個女朋友 有些是有個女朋友 那我就問她 咦 那你覺得感覺如何 其實女生和女生 她很了解她自己的 可能同性很了解自己的喜好 或者覺得她溫柔一點 就算在性方面 她都說是覺得更加好 更加滿足 她就這樣告訴我 因為她說 可能有時男生未必明白她們想什麼 有時女生就會比較好溝通 而且都會知道她的想法 知道她喜歡什麼 她覺得開心 除了這個 這一個我自己也有去過Less Bar 嗯 但我以前的公司叫我進去見識一下 我在泰國 泰國的Less Bar 但那裡有不同的 我們去到會有表演看 上面會有歌手唱歌 那你可能在下面吃水煙 喝點東西 我還有一個經驗 我在台灣也去過Less Bar 很隱蔽 為什麼你要去到呢 是一個男生的朋友帶我們去的 她就說帶我們去普通酒吧 我們派危險 不是 她帶我去機吧 應該是 然後就會安全一點 因為沒有人看照片 你看看 哦 即是不會被其他男生打了你們 但你見識一下 見識一下 但我反而沒有什麼看的 我們好像真不知 下次邀請那些人上來說 什麼 我們是很門外巷 看回大叔的愛 看T恤戲之後 然後就有一個感想 男男好女女好 或者男女都好 其實他們都是 喜歡人是沒有錯的 現在不會覺得很避忌 解放了 人是應該按照自己的自由 去選擇 不應該被人約束 這是自己的事 我們的觀眾們 有沒有去過這個機吧 或者Less Bar的經驗呢 其實我也很想真正地 再試一下香港本地的Less 或者機吧 因為我除了那一次 跟我台灣朋友帶我去的經驗 其實我在香港是完全沒有去過 香港是很容易找的 不是真的沒有 現在網上一按 不是也沒有 我身邊沒有朋友說會去 我介紹你認識 介紹 因為我們公司經常贊助這些團體 帶我去見識一下 香港每年有遊行的 其實我有參加遊行的 還有我有表演的 哈哈哈哈 哦 你又去過最後一個舞台 我有的 不是你 我有上過去 不是你 我是你 我去過的 十多年前只有幾個人走 幾年前最多人走的時候 差不多有成 沒有十萬也有八萬 由維園走到政府總部 有些參與 還有一些演出 有的 在其他一些 你自己去搜尋找找找找找 找找找找找 我們今集多謝Stanley來到 今集有趣的留言 我們都會送禮物給大家 之前有一集說你無權避孕 有一個觀眾留言挺有趣的 他就是說這間小朋友很貴 多得有乾本這個便宜一點的方法 令到他可以避免這件事 我拿回他那句話 你就拿回我Facebook或IG inbox你的收件資料 我們送禮物給你 留言、分享、Like 按鈴鐺、Bell 記得做完這個CSL 留言給我 分享、分享、按Like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現在是Stanley教我 一定要叫大家分享 好了,就這樣 拜拜 因為要求人 拜拜 拜拜